就是要先到Java的官網跟Enjoy 那早的話,因為以前是Eclipse,不過這個圖是舊的,暫時不用理會 那所以呢,第一個1234 那這邊的話呢,總共會有幾個步驟,我們分別完成 第一個呢,JDK 不過理論上,如果已經看到有的話,你不用再下載,因為我只是稍微說一下 那至於它是32還是64,不確定,沒關係,等一下RUN一下就知道了 然後再來就是安裝那個Android Studio的開發環境 那安裝的方式的話,特別注意,它下載下來之後1.8G裡面,其實它已經包含了開發環境 跟那個部分的SDK 那只是說它有一些可能,還有一些不夠的 那它就會到那個它的網站上面去,再幫你連線去下載 那最後的話呢,再把那個模擬器OK 把它設定好 其實模擬器不用安裝 它下載下來就安裝好了 那只是說呢,這個地方 如果你模擬器假設RUN的時候,RUN不太順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什麼,用自己的手機也可以,不過手機裡面,當然我剛剛講過,一定要把那個偵錯模式那個要打開 否則的話,你執行到手機就會是個問題 好,那在一個地方的話,稍微講一下 那再來下載剛剛講的JDK,所以你download的話,記得去down那個JDK 另外環境變數 不過我印象中呢,環境變數其實是可以不用設定 JDK的 所以這個 理論上是不用,我之前 上課的時候幾乎都沒有設定,也不需要 所以大家知道啦,那如果你開發Java的話,這個環境變數就需要設定 可是Android是不用設定的 這個是Android Studio 因為我是把它裝在 我的 手 隨身碟裡面,我下載一份 那也就等一下會講一下安裝的那個過程 其實也非常簡單 好,那第二個就是安裝那個Android Studio 那我剛剛講,就是去下載 那不過安裝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安裝的時候,他會問你幾個問題 那像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下載下來之後 其實他 第一次我會做安裝 不過第二次的話,我會把它打包成一個 免安裝版 為什麼?因為每次如果像 有些地方上課都會還原 那如果每一次都來一次,就是安裝的話,那豈不是真的很浪費時間 所以最後我會把它打包成一個免安裝的版本 那至於免安裝的版本怎麼去使用的話 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其實你Android Studio 如果你安裝過程不是很順利倒也沒有關係 你到我雲端上面,這邊可以看到 Android Studio 這邊有個可吸版 但是呢,這邊有講了 請自行安裝說明 跟那個模擬器的影像檔 為什麼?因為這兩個是很佔 那個 空間的 大概兩個加起來大概要三、四G吧 所以我先把那個模擬器的影像檔 跟那個說明檔先移除 之後再把它裝進來就好了 這樣的話呢,可以讓這個檔案小很多 這個檔案下載 不過 再怎麼小 也要大概一點多G 那這個模擬器 這個可吸版的好處就是說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丟到,比如丟到低碟 低碟如果不還原的話 那以後的話你就直接 就是 免安裝 就可以去 把它執行起來 不過 它下載的速度 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 可能還有點距離 所以 怎麼辦呢 這個我是沒有call過來 沒關係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有什麼解法 建議就是說 今天第一次上課啦 不然回去 請各位把這個網址 剛剛講的這個網址 寄下來之後 然後下一次的話呢 自己把它先下載到隨身碟 那你就把它 解壓縮到 也許到這邊的電腦的低碟吧 那這樣來跑 可能會 比較 比較順利一些些 然後 OK這個是 那再來 這個 這個把它直接下載下來 這個剛剛講過 那第一次執行的話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 之前的版本 你前面的版本的那個 那個 Android Studio 請你選沒有 我沒有 OK 那個前面那個版本 OK就可以選這個 預設他會這個 他可能會 去幫你找 但是你選這個 然後 再來的話 接下來 就是去確認你的 Android SDK 因為剛剛Android Studio 他只是一個環境 他那個環境就是叫 IDE的整合環境 那個環境就是 他有很多功能 可以讓你 幫助你在撰寫 程式的時候呢 可以 很多地方不用從頭自己 硬call 因為他環境就已經幫你準備好 但是呢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第二個 Android SDK 那這個SDK特別注意喔 這個SDK呢 實際上就是Android的各個版本 他他每一個版本比如說 像我們現在最新的是Android Android的7的 最新是7 那對應到那個SDK的話 他的版本是25 OK 也就是說他其實從1 已經到了25 那 因為Google的版本一直在推成初心 一直推一直推啊 就有點像Windows Windows早期不是95 但他直接跳98嘛 那中間其實還有很多個版本 那也就是說呢 你將來在開發的時候呢 一定會遇到Android SDK版本 的問題 為什麼每個版本之間 還會 存在有相容性的問題 不是說全部都向下相容 新的版本跟舊的版本 也會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安裝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那個SDK版本問題 然後這個我們 等一下也許 實際上 環境再來講 再來的話就是 打開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開始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也就是說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 也許第一個 一般寫程式 就Hello World 也許就是 那個Hello World 專案建立起來 那怎麼樣建立新專案 然後呢 在上面做一點東西 很簡單 比如說 在上面 顯示什麼 一個訊息 請按按鈕 然後底下真的就一個按鈕 當按下那個按鈕之後的話 把那個上面的訊息 變成 您按下按鈕 就這樣而已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變化題 這個 怎麼做呢 待會我們 再來看 模擬器部分的話 當然 主要是 你要測試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要一支手機 只要一個模擬環境就好了 不然的話 你為了要 那個 要測試的話 一定要裝個手機 其實也倒 蠻麻煩的 但是有的時候啦 其實 用手機直接run 其實也有好處啦 因為速度比較快 直接傳過去就好 我相對有時候在測試比較複雜的程式的時候 還是非得要手機 那手機還有很多不能測啦 像一些傳感器啊 一些什麼 像 GPS可以模擬 可是一些什麼陀螺儀啦 或者水平儀啦 或者一些 還是沒有辦法在模擬器裡面測試 還是非得要用那個 這個這個手機來測試 模擬器的優缺點 這個我想 大概稍微看一下 剛剛有提過 幾幾個 因為模擬器不是萬能的 所以很多地方沒辦法 像那照相機 對模擬器怎麼照相 對所以如果你有照相機的功能 那就沒辦法 SDK可以模擬 可是他沒有辦法什麼 模擬那個 那個模擬器有 SDK有插入跟退出的這個動作 你就沒辦法模擬 那諸如此類啦 當然 不過呢 大概95%的情況下 其實 模擬器 其實都可以升任的 但是模擬器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他的那個模擬器 執行起來 會 非常 啟動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久 為什麼呢 其實 關鍵點 就是說 如果你的模擬器 這個模擬器 選的那個影像檔 是那個 ARM的 這個ARM 跟各位講 以後 不要用它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ARM模擬器的效能 實在是差太多了 請建議 如果你的那個 那個模擬器的選用的影像檔 記得喔 你就 看那個INTEL的 如果是INTEL的話 它有個叫什麼 那個什麼 ATOM 這個 如果你用這個 這個影像檔的話 跑起來 哇 就快很多了 光開機 模擬器要開機 像那個前面用ARM的話 至少好幾分鐘都還看不到 開機畫面 但是你如果用那個 就是INTEL的那個 那個那個 ATOM這個 這個 來執行的話 甚至10秒以內 馬上開起來 不過有一個前提 前提什麼呢 就是你電腦 一定要是INTEL的 而且你INTEL還要是高階的 如果你是低階那個什麼賽陽那些 它沒有支援那個 它有一個hyper 那個hyper的技術 那它就不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一台到底有沒有 按滑鼠右鍵 內容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 如果是I7的話 那當然就沒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恐怕 就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OK我們來看一下 I7 那這個沒有問題 不過 還有一個你要把那個 有一個技術 它這個什麼hyper 什麼 hyper V的那個技術 一定要把它打開 不過理論上那個在我們開機的時候BIOS應該都是打開的 對啦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啟動 模擬器的時候呢 速度就會飛快 OK這個地方稍微跟各位做個說明 其他的話呢 模擬器的設定這個也許我們實際上來跑 這會比較清楚 那模擬器怎麼裝 OK 那再來我們待會啦 因為我需要一個環境 所以我們就直接 會來看那個 怎麼樣建立第一個專案 好了我 並且可以把它執行出來 然後可以看到 但是 我看一下我現在的環境 下載的速度 跟實際上 好像有落差 怎麼辦呢 不過我也 大概預想到了 所以 我用遠端遙控好了 遙控到我的電 我自己的電腦好了 然後用我的電腦來秀給你們看 這樣可能會 所以 比較可以符合那個 不然 因為 像我之前上課真的 因為 Android開發對於 電腦環境的 系統要求 非常的高 所以呢如果你的電腦 等級太low的話 那建議你可能要 換個電腦 OK 那至少啦 你不要說i7可能太貴 至少i5吧 i5以上等級 記得 如果 建議不要買AM AMD不是因為那個品牌的關係 是因為 如果你要執行模擬器比較順的話 請注意買Intel的 你不要因為便宜買AMD的 跑起來也快 可是他不支援 你還是跑得很慢 那 還有什麼呢 還有第2個 RAM的話 記得 至少差到8G以上 我們這邊8G剛好及格 最好是16G以上 越多越好 為什麼 因為你Android Studio 一執行起來 至少就吃到 大概2G的RAM 至少 那模擬器 再打開 又吃掉1G了 再RAM一下又吃掉1G了 所以隨便就超過4G以上 所以如果你的RAM 沒有 8G的話 那一下子 你的RAM全部都吃光光 然後它跑得非常非常的慢 第1個 第2個的話呢 因為Android Studio裡面的 小的檔案非常多 所以你要跑速度快 我建議啦 如果你是用那個 傳統的硬碟 建議你可以升級成那個什麼 固態硬碟 SSD應該知道吧 SSD 差太多了 說真的 所以如果你要跑得順 還在用傳統硬碟 即便你是I7 跑起來也還是慢 光那個啟動的效能 其實差很多了 所以這些東西 可不可以各位要稍微思考一下 公寓善其事 真的要必先立其器 因為如果 對 投資啦 算投資 因為你要開發 所以真的 還是得要 這東西沒有辦法的 你如果不 做一點投資 恐怕 這個 OK就會有問題 那我先把畫面 還給各位 我先 準備好待會 我們的那個 好的握的第一個 待會再來看 我先把畫面 在廓邊 我先把畫面 空氣 我先把畫面 放在這兒 我先把畫面 我先把畫面 放在一通 最好 我也要先把畫面 是不是 感谢观看